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会展中心将成为东南欧最大的国际贸易展览会场馆之一 同时也将成为贝尔格莱德市地标性建筑 下面就跟随小编的节目让我们去一读为快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剪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 订阅 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当地时间5月1日 由中企成建的塞尔维亚国家足球体育场项目 在贝尔格莱德项目施工现场正式举行点击仪式 塞尔维亚总统伍琪奇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玛丽 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韦西奇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 中国电键国际公司董事长陈关福 塞足协主席扎伊奇等出席仪式并致词 塞尔维亚国家足球体育场和会展中心项目群 是塞尔维亚国家优先发展的重大项目 位于贝尔格莱德市西南部苏尔钦区 国家体育足球场总建筑面积约7.6万平方米 可容纳5.2万名观众 可承接世界杯和欧洲杯级别的足球赛事 而会展中心将作为东南欧最大的 国际贸易展览会场馆之一 承接人性运动全民体育和音乐 2027年贝尔格莱德专业类试博会 项目群建成后将成为贝尔格莱德地标性建筑 可容纳近10万人次 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 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进一步搭建深化中赛两国有益的桥梁 在现场武器奇激动地表示 塞尔维亚只有两年半的时间 来建设世博会展览馆和国家足球场 任务十分紧迫 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 因此特别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参与 没有中国给予的巨大帮助 我们很难建造如此规模的体育场 他还强调 感谢中方一如既往对塞尔维亚发展的大力支持 期待与中国朋友一起建设完成这一伟大的项目 同时李明也是积极评价了 中赛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 赞赏武器奇总统和塞尔维亚政府 长期以来对中国企业的信任和支持 表示中国企业基建管理经验丰富 技术一流将与塞方密切配合 按期保质完成项目建设 中方期待与塞方一道 以重要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 开启中赛关系历史的新篇章 此外作为两国标志性的项目 匈塞铁路也于近日传来了好消息 4月25日在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 诺维萨德至苏伯蒂查的施工现场 随着中铁11局建设者 完成最后一组钢轨的顺利铺设 标志着匈塞铁路诺苏段实现铺轨贯通 为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年内全线通车运营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 匈塞铁路诺苏段建设进展顺利 进度已完成80%以上 匈塞铁路连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 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 首个项目 匈塞铁路诺苏段 起自塞尔维亚诺维萨德站 京维尔巴斯站 巴奇卡托波拉站 苏伯地查站 中至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边境 全长108.1公里 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的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 牵头的中方联营体实施EPC工程总承包 于2023年4月6日启动铺轨 中赛两国企业和建设者紧密协作 克服施工环境复杂 工期紧张等困难 全面采用中国先进铺轨装备和焊接工艺 累计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钢轨176.2公里 优化现场施工组织 强化安全质量控制 注重生态环保 确保了铺轨任务有序高效的推进 修赛铁路全长341.7公里 其中塞尔维亚境内长183.1公里 设计时速200公里 贝尔格莱德至诺维萨德段 已于2022年3月19日开通运营 两年以来累计发送旅客700多万人次 为塞尔维亚人民提供了高品质的运输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 武器奇在国家足球体育馆现场 也对习近平主席即将进行的访问表示了感想 毫无疑问 我们非常期待 就我个人而言 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并接见习近平主席 他指出 在中国采矿和冶金企业 在该国取得成功的同时 塞尔维亚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 带着最新技术的中国企业前来投资 其实武器奇能说出上面这一番话 也是有事实依据的 这是因为在2016年 中国和钢集团在塞尔维亚收购了一家百年大厂 斯媒戴雷沃钢厂 同年6月 习近平主席在参观时表示 我们不需要拍胸脯夸海口 而是要诚恳严肃的兑现承诺 言必信 行必果 结果中国还真的是说到做到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做到了 美国九年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斯媒戴雷沃钢厂创办于1913年 对于当时的塞尔维亚来说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钢厂 在当地人不断的建设和拼搏下 该企业也是越做越大 哪怕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 依然能够屹立不倒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左右 此时的塞尔维亚出现了严重的动乱 其所在的南联盟正面临着解体 之后还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最终在风雨飘摇中 于2002年7月正式宣布倒闭 斯媒戴雷沃钢厂的倒闭 对于塞尔维亚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是到了这样的情况 他们也只能忍痛将其出售 希望能有一个国家 带其回到正轨 此时美国钢铁公司率先伸出了橄榄枝 并耗资3300万美元的价格 将其收入囊中 信心满满的认为自己能够转亏为盈 不过现实还是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美钢的预想当中 自己有着这么多的钱 还与许多国家有着生意往来 技术方面也是极为先进 盘活这家钢厂也不会是什么难事 可当他们将厂子翻修 配发了当时最顶尖的机械 重新规划管理模式后 却并没有转亏为盈 反而成为了一个无底洞 无论投入多少都见不到回头钱 这样的情况让美钢 瞬间感觉自己怕不是买了个假厂 而且一直这样亏下去也不是办法 所以在勉强坚持了9年后 表示自己真撑不下去了 便花了一美元 将其重新卖回给了塞尔维亚政府 为了能够减少更多的损失 美钢还把自己在此配备的器械 以及之前生产的东西 全部打包带走 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对于塞尔维亚方面 就更加难受了 毕竟美钢用了9年都没有救回厂子 自己更不要说了 但是在钢厂5000多名工人 和许多民众的请求下 塞尔维亚政府还是决定再尝试一次 而这次他们找到了中国的和钢集团 2016年4月 和钢集团以460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钢厂 并派出了由野铁部部长赵军所带领的9人领导组 到当地进行管理指挥 和钢集团对于四枚带雷沃钢厂的改变 并没有像之前美钢又是改变管理策略 又是引进先进机械等 主要就提出了两点方案 降低成本增加销量 首先是成本问题 该钢厂的产品其实并不差 但是生产成本却很高 这就导致了其利润太过微薄 不足以支撑规模如此大的工厂 所以如何能够减少成本 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方人员首先就对这些产品与原料进行了排查 在其中他们发现了在生产的工艺中 对原材料铁矿石中加入一定的快矿 能够有效的降低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这个发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钢厂的亏损状况 利润也变得更多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 虽然亏损有所好转 但是这么大的工厂 小生意显然是无法维持的 所以还要寻找更大的市场才行 在这方面中国有着极大的优势 毕竟人口在这呢 所以仅在2016年下半年时 钢铁裁产量就增长了53% 产值达到了3.13亿美元 之后又再次发力 2017年营收达到了7.5亿美元 2018年突破10亿美元 不仅在第一年就扭转了数十年的亏损 实现了每钢九年都没做到的事 甚至还超越了自己 达到了新的辉煌 在这里小编提一嘴 在看到中国帮助 斯梅戴雷沃钢厂的成功后 西方国家可以说是十分难受的 毕竟这可是狠狠打了自己的脸 于是便开始找人 对斯梅戴雷沃钢厂进行了污名化 表示钢厂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污染 然而这种谣言 在钢厂主动展示出 生产流程和原料后 均不攻自破 反而是这些国家自己 为什么会如此熟悉 这些所谓的污染水源 治人生病的问题 恐怕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